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许多细胞 这些细胞呢 很不幸 现在都带着一个病毒 是自己身上的 带着病毒 我们要不要帮助它 恢复健康 恢复正常 这肯定的吧 你也知道是整个宇宙是一体 所以这个六道里头轮回众生 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带着病毒的细胞 病毒从哪里来的 病毒是自信里的变现出来的 信德 信德迷了就变成病毒 绝了就恢复正常 这病毒本来没有啊 怎么来的 自己来的 自己迷了 迷而不绝 我们的心带着病毒了 我们身体也在这边 自信里头 原本有见闻觉知 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向好啊 都是此地讲的 无有穷尽 智慧无有穷尽 德能无有穷尽 向好无有穷尽 啊 样样都是无有穷尽 这是自信本来去做的 本来有的 不是从外头 学得来的 啊 诸佛如来有 一切众生 各各都有 只是 诸佛如来 绝而不绝 身心健康啊 啊 六道里面众生 尼尔不绝 所以那个病毒 有 有 浅身 不像头 啊 天然这个病毒 浅一点 所以 他乐多 苦少 人道里面 差不多是一半 啊 现在我看人道里头 一半没达到 啊 我们现在迷得很深 啊 地狱界里头是全迷 百分之百的 啊 墨鬼道里面 差不多是百分之 八九十 我看现在这人间呢 差不多也是有百分之八九十 人跟鬼已经差不多了 很接近 啊 这原因我们全搞清楚了 啊 今天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社会动乱 这地球 栽变 众多 地球是一报 居住在地球上 这些人 特别是人 范围扩大一点呢 有情众生 那就是这点动物 他们齐心动力 一切造作 不善 不善就是病毒啊 主要记住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叫三毒烦恼 碳尘质 这一病毒 是严重的 哪个人没有呢 都有碳尘质 所以 你的身心都不健康啊 啊 三 那贪尘质从哪来的 自信里面的信德 有戒定慧 是信德 迷了之后啊 戒定慧就变成了 贪尘质 变直了 所以佛教我们 勤修 戒定慧 熄灭 贪尘质 那这佛经书 实际上给你讲真话 勤修 戒定慧 转变 贪尘质 贪尘质 就转变成 戒定慧了 问题就解决了 心里面没有烦恼了 身体没有疾病了 什么都正常了 就这么个道理 佛治众生的病 不需要用医药 非常高明 用什么 一念 你这个念头一转 你身上 这个 这个 带着病毒的细胞的时候 统统转过来了 经常讲三读 我常常加两个字 五读 贪嗔痴 慢疑 慢是傲慢 疑是对 佛菩萨 对圣贤教会怀疑 对于自己自信怀疑 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 这也是病毒 严重的病毒 我们要把这个心态真正改过来 那叫真学佛 形式上改 不是很重要的 心态上改变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从前 张家大师教给我 佛法重实质 不重心事 实质就是 你从心态上改 心态上也改 一切都居住了 一切都居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